如果说你正在考虑苹果13这四大缺点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说能够接受的话 那它对于你来说就是一款真相机 首先它采用的是一块欧姆奶材质的一个屏幕 显示效果是目前机圈当中的佼佼者 即便是自家供应商三星也得该卖下风 如果说不小心摔碎了 维修费用打底就是一千多 第二点苹果13的话它搭载的是残血的一个A15处理器 少了一颗GPU芯片 性能的话肯定是不如13 Pro系列的 不过性价比非常高 目前有所亮机13在想象界的话2999就可以入手一台 第三点的话就是它这个信号问题了 很多用破安卓的喷子们就喜欢抓住这一点 各种黑各种看不起苹果 那么只是说它的信号确实是苹果最大的一个败笔 但是关键时候5G总比4G管用 最后就是这个亮面的玻璃背板 如果说喜欢裸机实用的老铁千万要注意 长时间实用的话还是特别容易粘指纹的 影响整体的一个美观 以上的话就是这个苹果13的四大缺点 老铁们听完了 如果说真的能够接受的话 两千教育弹它绝对是综合性能最强的iPhone